随着科技发达 除了家电和3C产品是越做越轻巧 割草机或者是锯木器等物浓工具 使用也是越来越方便 除了更轻巧之外 也从以往的汽油动力升级为电池动力 变得是更加的环保 还能够租赁分享使用 手拿着机器挥过的地方将杂草去除 背上背着的红色包包 其实是用来发电的电池 这是目前的电动割草机 用电池发电取代油箱 除了重量轻盈之外也很环保 我们汽油室的话其实是一体成型 那个马达跟油箱的话是都在一起 那背的话就会变成是侧背的 看你是背左边右边 那你背一边的话其实背久了 像我背个八个小时的话 其实背久了腰就会酸 单边腰就会酸 看你背哪一边就会酸哪一边 那现在电动式的话 它现在是油箱就等于是换成电池 那电池的话它现在是整个是背在你的后背 所以它是平均背 那重力的话会比较轻 那背的话也不会说 单边湿力点不一样 那导致你酸痛 那所以这个电动背起来的话 是会比较舒适啊 目前政府也提供民间单位补助 推动物农工具的共享租赁 让有机器的物农者出租给有需求的农民 青农表示对割草机最有兴趣 未来也会考虑使用电动工具 后续将会进行进一步的相关耗材等考虑 想要开始推动你们农场里面的改成电动 改成电动的会啊会啊 如果差异性不大 价差不大会就是会想要改用电的部分这样 它没有就是柴油汽油味 因为它不是二行程不用加机油那些 其实现在年轻人很难去接受就是一些传统的机械 对就像我们手机一样 你现在叫我们使用以前的那种大哥大 或是手持的那种单纯的Nokia那一种 可能大家没办法接受啊 对大家喜欢就是更多功能性的 啊更简便更先进的方法 对啊然后比较没有对人体有 有就是一些意味啊 就跟加油站比较少人去打工一样这种感觉 若有高需求也可以再选择购买 电动工具可依需求选择购买机器或电池 或者购买机器而电池使用租借的方式 仿佛是农具版的Gogoro及共享机车 也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记者沈志勇林佳珍巴黎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